台北市长柯文哲展述改变 随着医疗体系建立起大量PCR筛检的能力 他在防疫会议决议开放北市七家医院 提供民众免费筛检 在医院网路挂号系统预约 不限台北市民 我们应该就是在台北市 利用五家的这个 这个私立联合医院的院区 再加上官渡医院万方医院 算一算我们有七家医院 就变成我们台北市 如果一天只要做几百个 大概我们用七家医院 而且很均匀的 分布在台北各个地方 所以从后天开始 我们大概就是在台北市 如果你觉得你需要做PCR检查 就到这七家去 当然我们在如果里长 或是说我们在公卫上判定 这个地方需要 如果一天只要做几百个 我们就整个预约带队去做 那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台北市建立一个 普筛的PCR系统 那过去我们做筛检是用快筛 不过我们经过这 从这个北農的事件 大概一路下来 你知道 从现在开始 我们台北市大概做筛检以PCR为主 那快筛只有在比方说半夜 三更半夜 那个 这个实验诊断科没有在作业 或者是说 只要做一个 这种情形下才是测抗原的快筛 只要是数量够大的 是预约的 大规模做 原则上就直接做PCR就可以 因为PCR才是所谓的 黄金标准 Cold standard 你快筛的话 我们现在看起来 我们现在目前台北市 这个PCR阳性的 再去给它做 大部分快筛都 阳性的还不到一半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只做快筛 抗原的快筛 一半以上的PCR阳性病人 是抓不到的 开放PCR免费筛检的七家医院 包括联合医院和平院区 中兴院区 仁爱院区 阳明院区 中校院区 官渡医院 万邦医院 柯文哲强调 过去北市 以快筛为主 不过从北农事件下来 现在开始 台北市筛检 改以PCR为主 记者温文俊 台北报导